滴滴出行的宣布从今天开始 允许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 单独乘坐网约车 平台将通过未成年人保护计划 进行特殊保护 这个新规一出 引起了不少的热议 记者了解到 未成年人保护计划是指 对于在平台上 留有实名信息的用户 只要年龄超过16岁 未满18岁 乘客必须设置紧急联系人后 才能独自乘车 以便乘车人的亲友与平台 一起关注出行状况 随时给予必要的帮助 此外滴滴还会给乘客 匹配服务评价更高的司机 增强对乘客的安全提醒和引导 同时加强对行程中 车辆异常停留 路线偏移等情况的监控和干预 这些举措引发了关注 可以尝试吧 因为毕竟16岁大概就高中生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它毕竟要走向社会的 抢上我们就是比较忙 没得时间车送他们去哪里 他需要去哪里的话 他自己打 我感觉最大也能方便 而针对这项新规 滴滴出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未成年人乘车新规事情后 他们还将结合私承人员的反馈 不定期修订优化规则 并结合实际改善平台服务 就像一个小视频 了 已经成散了 weil我已经成为了 秋变